早上的珠峰大门银 还没人呢 现在是7点20分 刚出来了 房间里面还是好暗好暗美银 天亮了 我现在准备去看日照进展 昨天晚上我睡这个标间 那个电热坛真的太热了 热死我了 然后昨天晚上我也睡不着 可能高反吧 然后我半夜起来 然后一直在夕阳 夕了几个小时要 然后就睡着了 已经有一点出来了 这个云太大了 今天是拍不到日照进展了 我们得赶时间走了 今天运气不太好 没看成日照进展 我们现在走了 这里 珠峰 拜拜咯 回来了 我突然就上车 我们刚刚也是开这个盘山公路上来的 绕死我了 那个珠峰上面的云还没有上去 倾尼峭 快坐过班车吗 我好多个礼 请去内部道路 程庇10公里 对面那个这个喜马拉雅雪山呢 这个云真的好低啊 刚刚在这里挂了三块牌子 六十块钱一块 这里有个天文望远镜 免费的 下去看一下 免费观看 云霞 这里好大一片呢 好冷好冷 我下去了 这些海拔都有五千多呢 我们走到这里来的 好咸 哇呀 我这个恐高 海库十难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奶茶 打卡 这是什么味道吧 草莓原味 打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奶茶 里面有椰果 海拔最高的奶茶 打卡 我吃回去了 有味的 吃到没有了 没有没有 还吃 吃饭吃饭 谢谢 谢谢 我也 拜拜 现在才五点半左右 我们已经回酒店了 优优在这个羊子饭店 上二桌 这里 跟那天差不多了 刚刚在酒店里休息了一下 然后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 今天没去什么景点 就去了一个麒麟霞 然后路上有几个什么湿地呀 然后看雪山的那种观景台 然后我们都太累了 就没去了 然后就一路睡到了日卡泽 刚刚回来的时候 然后经过了那些道路 觉得好熟悉呀 因为我不是去年来过日卡泽了吗 他说今天晚上不包饭了 然后明天二合一 让我们吃都好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自己解决 我去年不是去了一家老闪面馆 吃两次吗 然后这一次再去一次 老闪饭庄 熟悉的冰马友 点的还是老套餐 一个哨子面 然后一个肉眼馆 还送了一个洋菜 刚才一进来还是正把这个WiFi给你 这个网真的好大呀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味道 吃面要熟悉 现在这个都洋馆了 现在已经7点半了 我现在吃完了 太阳还这么大呢 我现在走路去那个扎实伦布寺 走在熟悉的道路上 现在晚上8点钟的 太阳都能把我晒死了 里面就是扎实伦布寺了 要门掉 所以我天天也没进去 日卡泽晚上的天空还是这么难 宝兰色一样的那种感觉 现在已经天黑了 买了杯蜜雪冰成暖鱼的 现在就走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